从老李夫人对蔡奇的这种不屑 我们可以看到 似乎老李夫人心中已经 对这个兴手是有答案的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树 随着老李的死呢 越来越多的惊人内幕涌现海外 而且红社会反常的这种操作呢 也似乎都见指了老李的死 和习霸有关 但是我们看李克强的送别仪式上 党媒的大标题图片是 习霸与老李夫人的合影 就是多么有爱和感人的一幕 是吧 甚至呢让我一度相信 我好像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了 我怎么能怀疑 老李的死和习霸是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呢 但是我仔细再一想 这张暖心的图片正好说明 党媒捕捉到了外界的猜想 想消除这些隔阂 同时这也说明 他们非常关注这些境外势力的声音 那我们想想 既然习霸这么想消除隔阂 那为何现场还要动用 这么大人力和物理来进行维稳呢 而且我们知道 当天现场有一个女的 似乎要喊什么东西 但是被魔警给死死的捂住了嘴巴 不让她发声 那我就在想 到底是不让习霸听见呢 还是习霸不想听见呢 那这帮红鬼子 给人嘴巴捂得严严实实的 他就不怕把人捂死吗 你说这个女的 要是死了 这责任是魔警呢 还是习霸呢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习霸竟然想这个事情尽快的处理 尽快翻遍 这就说明老李的死 惊动了他的根本利益 他心里有鬼 咱们再想想 假若老李的死是反习派所为 你这么快烧老李 你为什么不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呢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能烧及其他人 你才能连锅端呢 但是你习却急于烧掉 所以有人说 这不是习干的 是反习派 这张家伙 就我不信啊 就是哪有被栽赃了 还不发生的皇帝啊 那就是这样的皇帝 才是史上最丑包的皇帝 那当天的告别会上呢 我仔细的观察了 老李夫人陈宏的表情 我们可以看到 陈宏对喜霸啊 是不愿直视的 对这个赵乐记呢 似乎还有些好感啊 但是这个赵乐记 单手相握啊 其实也代表了他的立场 但是最尴尬的 其实是蔡奇 而且蔡奇也是单手相握啊 这也表明了 蔡奇的立场啊 非常忠心 是吧 但是呢 从老李夫人啊 对蔡奇的这种不屑 我们可以看到啊 似乎老李夫人心中 已经对这个兴手 是有答案的了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蔡奇呢 绝对是有问题的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啊 当天老胡未到现场啊 只是送了花圈 老胡上次被架走的时候 还拍了拍老李呢 那老李的死 你老胡却不来 怎么说到过去呢 除非被习给按住了 因为你不到现场的话 你就是反习啊 对不对 那老李的死 既然是蹊跷 那么在你不知道 对手的情况下 你一定会去现场 因为你怕 对手会报复你 所以说 除非是习 不让他在现场 那么这也证明 习要宣告世界 他是中国唯一的强者 而且呢 大家可能也听说了啊 这个前中国媒体人呢 赵兰健啊 就是报道称呢 李克强是被上海武警总司令 陈元这个操盘毒杀的啊 那从这个作者的这个信息里 就可以看到啊 他手上 应该是有很多材料的 其次呢 陈元杀了老李的动机啊 属于个人为了这个升官发财 那对于这个事情呢 我是这么想的啊 就是说 如今陈元的劣迹 已经被媒体爆出了啊 那么升官发财 这样也就很难了啊 那么升不了不说 活着就是 某些人的最大的心头之患啊 因为某群人啊 既然信不过老李啊 把老李给做了 那么你陈元啊 做了这些肮脏事 你又有什么值得被信任呢 所以假如啊 陈元真的毒死了老李 而且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切啊 那么你陈元就不会再安全了啊 即便你陈元的背后大哥 是习吧啊 那么反习的人 也自然会想办法 把你这个陈元给揪出来 让你出妖娥子才对 而假若呢 陈元背后的这个大哥 是反习的人做的啊 那么习 难道就看不到 陈元毒死老李这个内幕吗 那么杀李威胁习 习自然也不会轻易的放过陈元 对吧 而习呢 没有处置陈元 但陈元暗杀的消息 却已经流向海外啊 那陈元自然他也就坐立不安 而且呢 现在说他手上有三条人命啊 是职业的杀手 他连杀了三位政要啊 其中呢 还有上海市长杨雄 还有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啊 这群人都是突然猝死的 那大家记得这个金正男对吧 如果警察不查的话 那金正男自然就是猝死 可是当时金正男死的时候 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下毒 结果答案就是下毒 就是被毒死的 所以我认为啊 这类人的猝死啊 既是我党对他的猝死 但说老百姓天天 拍星星拍月亮啊 想这群红鬼子滚蛋啊 遭报应 但是红鬼子 哎就是不滚蛋 可红鬼子呢 一死啊 就是这种离奇的死亡啊 这跟我们的这个奇门国度呢 他也成正比 我一直就在想呢 这个老李啊 曾经这个肿貌虚悍啊 但是当老胡被架走的时候 老李呢 都没有正眼看过老胡啊 实际上那天来讲啊 老李要有心脏问题的话 这少吧 他身体差的话 他也得冒虚汗 对吧 但是老李当天呢 就是明显的 就是心神不定啊 不敢正视老胡 但是你看他是没有什么 太多的这种身体的问题的 但是咱们在反观老习的时候 你看看他的眼神啊 就是心虚啊 尤其是老胡拍习霸的肩膀的时候啊 这个习霸都不屑看他啊 就那个不屑其实是一种心虚啊 但是呢 无论他心虚不心虚 习霸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让老胡出局 而且他自信满满的 就让他滚蛋出局了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习霸比我们想象中的 要狠 要硬 所以呢 从他查这个火箭军啊 包括青刚的消失 再到老李的死啊 外界是否低估了习霸的战斗力呢 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老李的死呢 其实很多疑点啊 什么这个急于火化啊 对吧 抢救过程 咱就不提了这些啊 其实大家的怀疑都在里 但是如果红社会 要没有留下这么多疑点 那就不是红社会了 从我做自媒体开始 我一路见证红社会干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处理这类他杀 或者被杀的轰动全国的这种事件 你比如说铁链女对不对 然后胡金宇 对吧 大家有记忆吧 还有这个鼠头鸭脖啊 是不是都用同类的这样的方式在处理啊 最后结局怎么样 红鬼子依旧是鬼子 老百姓依旧是韭菜 我们且不说远的啊 就说这些动态清零啊 哪一个中国的老百姓 没亲身经历过这些新时代的奇观 可是结局又是什么 老百姓这边哭那边笑 为什么 刚气愤两下 就沉浸在大数据鸦片的这种欢声笑语中了 是吧 刚有勇气去上访啊 就被上面的给按住了 是吧 刚在网上发声音 就被魔警请去喝茶了 刚有一个质疑中国的问题的想法和意见啊 就被脑残的小粉红给举报了 就这个国度啊 他设置了万千路障啊 就是保这个政权 你知道这个条条大路通罗嘛 对不对 但是每条大路上都是这种失衡遍野 你敢去罗马吗 中国啊之所以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顽疾社会啊 其实跟我们逐渐消失的良知是成正比的 中国呢就已经到了一个人人自危 而且是一种人心隔着肚皮的这种相处模式啊 基本上大家是完全没有信任可言的 彼此间最坦诚的相处模式就是欺骗 最暧昧的方式就是谎言啊 你今天就算让中国人反抗 他都反抗不起来 因为历史实践证明 面对暴徒最好的回击方式是什么 沉默 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 白纸 最无奈的方式是什么 下跪 而且他有打压 谎言 失灵事 各种不对等的这种作战模式 咱说说啊 中国人拿什么去反抗 正是因为我们的国人被拿捏惯了 所以红鬼子才事无疾的 不论你为啊 尽管这个红社会现在是一点就着啊 但是点起这场火就很难啊 这就好像啊 你拿了一堆潮湿的树枝生火 你可能刚点起来 这个火苗就灭了啊 中国就是这么一个现状啊 所以呢 我认为呢 习霸呢 对这个政权是十拿九稳了 我觉得大家不要灰心啊 因为呢 红社会的丑态呢 现在已经在世界上啊 是臭名远扬了 就全部彰显出来了 我觉得它的存在 对世界来讲是一场非常大的伤害 而且中美贸易战达到了今天 全世界都看到了红社会的真面目 所以说 这场战争还会继续 在这垃圾的政权当中啊 活下来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王者 老李的死就告诉我们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好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